救護車到達現場 一名郵差躺在地上 表情痛苦也站不起來 他的機車倒在一旁 滿地都是散落的郵件 救護人員用單駕準備 將受傷的郵差抬起來 而旁邊早有很多人蹲在地上 幫忙撿起散落的上百封郵件 就連在附近的郵差 聽到同事出車禍 也紛紛趕到現場 常常有很多民眾 或是一些郵政事 陸陸續續都趕到現場來幫忙 就是照顧患者或是 去撿起一些信件跟保護 事情發生在嘉義市2號上午8點多 郵差經過有中路上時 撞到旁邊停放的車輛後自摔 機車上一整箱準備要送的郵件 也統統掉落滿地 右半身有比較疼痛的情形 那我們後來做撿傷之後 是發現他的右手指有一些擦傷 跟右膝蓋有約二乘二擦傷這樣 那他的生命真相的話 都是正常的 然後就是沒有危險 當時郵差是右車著地 送醫檢查後 肢體疼痛 又膝蓋及雙手有些微擦傷 所幸只受到輕傷沒有大礙 但這一幕民眾發揮愛心 紛紛上前幫忙 一場車禍也讓大家看到 台灣最美的風景 記者侯國問劉怡婷嘉義報導